各位朋友大家好 人人都會有壓力 我們知不知道壓力原來跟脂肪肝有關係 最近研究證實了這件事 所以今天跟大家講一下這個話題 同時你可以自己測一下有沒有抑鬱問題 因為在香港生活壓力很大 壓力指數是全球第五 有調查指出六成香港人出現抑鬱的情況 比其他亞洲國家是最嚴重的 但是大部分人都覺得這個不重要 會輕視壓力或者不好的情緒 對身體帶來的壞處 除了影響我們的精神健康之外 還會影響我們患上心血管疾病 和脂肪肝的風險 為何會有這樣的情況呢? 根據中醫的理論有肝屈這個說話 意思就是說肝臟和情緒是互相關聯的 而西方醫學也有相同的理論 近年很多研究都證實了 非酒精性的脂肪肝 不是吧? 因為喝酒過多而導致的脂肪肝 就叫做非酒精性脂肪肝 這與抑鬱症有明顯的相關 抑鬱症的患者 比較容易有非酒精性脂肪肝 而嚴重的程度 亦與抑鬱症的嚴重有正向關係 所以重度的抑鬱症患者 多數都有脂肪肝 它的脂肪肝程度 比輕度的患者更嚴重 為何會這樣呢? 根據研究人員的解釋 人體在抑鬱狀態下 會觸進一種腎上腺皮質的激素 特別是糖皮質激素的合成和分泌 這樣會導致胰島素抗躁 和血糖上升 繼而令脂肪積聚在肝臟細胞 就會造成肝臟代謝的混亂 會引發炎症的反應 最終就變成肝炎和肝的纖維化 同時研究也指出 抑鬱症患者是比較容易出現 腸道微生物的失衡這個情況 那麼腸道的惡菌就會產生毒素 又進入肝臟又引發炎症 那就加速了脂肪肝的惡化 所以接著介紹大家有9點 你去觀察一下 你有沒有這個狀況 在這兩個星期之內 你有沒有以下提及的9點的感覺 這個可以幫你自己測試一下 你的壓力指數有多大 第一件事就是 你不喜歡自己 覺得自己做什麼都做得不好 對自己很失望 又覺得有負家人的期望 第二點就是 你做什麼事都覺得很沉悶 根本不想做事 第三 你的情緒很低落 抑鬱或者覺得絕望 第四 你很難睡得著 半夜醒了 或者你睡也不願意起床 第五 你覺得很累 沒什麼氣力 活力不足 第六 你的胃口很差 或者是你 暴飲暴食 第七 很難集中精神去做事 就算你看著電視 你也不知道他在做什麼 第八 其他人反映你的行為 或者你的說話 是很遲鈍的 或者你是相反 比平時更活動得多 坐立不安 不能停下來 第九 最嚴重就是 自殺或者自殘的傾向 如果你有剛才提及的9點裡 你佔了有三樣或者以上的情況 代表你的抑鬱指數比較高 那就要注意自己的情況 立時去諮詢專業人士 通過評估來分析 去接受治療 同時 在這個抑鬱指數較高的情況之下 脂肪肝的風險也會相應提高 所以要去檢查一下你的肝臟 不過也可以透過食療去減壓 預防脂肪肝的 那這些什麼食療呢 會在下個視頻 為大家詳細介紹的 千萬不要錯過 多謝你們收聽